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陈毅资讯 终于知道什么叫幸福的冒烟了 泪奔泪奔 五月可是个酿绿藏光的季节呀 家训评传 不胜欢喜 正忙着有科术和优酷的声量 猝不及防之下 就被陈毅的好消息正晕呼了 偷笑真的是陈毅家里做 果果忙得焦头烂额 我的天 我的哥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 一天一官宣的阿擦汉 这样一个接着一个 我都快赶不上哥哥的步伐了 飞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妙了 陈毅 果果们做好了 我们加速起飞 奇异果 哥哥冲冲冲 果果们幸福的冒烟了 虽然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真的好开心 恭喜哥哥 被哥哥代飞真的豪爽大笑 恭喜琪琪 又解锁了新的身份地多品牌代言人身份 地多能直接无考核起空降代言人 还推风五大 或许早在瑞士杂志上市时 地多就已经在悄悄收集市场反响了把偷笑 而现在能直接无考核起空降 说明是对代言人非常满意的 你的强大 超乎想象 天生感为的精神是地多表的灵魂 即使面对最严苛的环境 地多依旧表现出色 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在说诚意呢 面对困境 永不言败 Tutor地多表是屡获殊荣的瑞士高级万表品牌 所生产的万表风格精致优雅 精准可靠 品质卓越 事物超所值之选 地多表的起源可追溯至1926年 劳力士创始人 汉斯威尔斯多夫 Hanswelsdorf 注册了的Tutor商标 优秀的品牌 选择优秀的品牌代言人偷笑 突然后之后 觉想到了之前 肖邦正常合约到齐时 却被各路有新人挖苦说 他调了代言 我理解的调是和通媒到齐 被单方面撕毁才叫调 而诚意正常的代言到齐 双方合作愉快 到了那些人的嘴里 却变成了调 甚至借此试图 给更多的路人洗脑 诚意调了代言 诚意不配 当时听到这些话 真的是特别生气 真的想问问 当时挖苦的那群人 要不要站出来 给诚意道歉的灵光一闪 并不是所有的代言 到齐不叙就是哪一方有问题 或许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